大家好,今早一早我又要出一條片 接著再努力做車路士的蔡侯萍,這幾個月都沒辦法 唯有努力出多點片頂住收入 今早看收入繼續停滯不前,廣告片的插入依然只有五成 收入接近有七成半八成的原因是靠大家 看不到廣告片就點回廣告,彈回廣告視窗 所以很感激大家幫補我的新計 亦都肯稱大家有廣告片就播完 令YouTube知道要放廣告片下來 沒有廣告片的就盡量點回廣告,找廣告去彈廣告視窗 看看自己有沒有喜歡的東西 接下來這一場利物浦對阿仕奴,大家又會不會喜歡呢? 我相信會,因為戰意都很盛 高普揚言說要復仇 阿仕奴又有些進步,所以雙方應該是可以踢得更好看 而且雙方都應該可以出到實力不錯的陣容 利物浦都是那班熟口熟面的正選球員 不過有個資訊大家都必須清楚 就是隊長軒達神的受傷會引發出不少問題 他出不到,即是法賓奴要打回防守中場位 法賓奴不可以做替攻中堅 就高美斯回來打中堅 高美斯的狀態已經不好 亦都是剛剛相遇的 相信後防線會令人擔心 而雲迪克本州的州中有打聯賽杯是沒得休息的 阿歷山達洛對著奧巴美耶始終有點下風 利物浦的防線是存在隱憂的 相反上一季防線很差的阿仕奴 今季防守的時候轉五個後位就穩陣了 唯一擔心的是泰亞尼繼續受傷 要用到哥拉辛尼斯去做偏左中堅位就不算穩陣 體能方面,利物浦就只是可能好一點 他們州中聯賽杯只是比阿仙奴多了一點點的輪換 所以就算利物浦出到三叉擊 其實阿仙奴同樣都出到三叉擊 亦都是討舊的 來回高速球的實力相信不相伯重 阿仙奴的三中堅結構甚至是比較適合打來回高速球這種比賽品種 阿仙奴後防線的狀態和體力甚至比利物浦好 利物浦是贏過中場 但來回高速球就沒有那麼注重中場的實力 中場就講求運轉力 阿迪達就沒理由那麼蠢用奧斯爾打中場 所以阿仙奴都很大機會 上半場有機會在來回高速球中佔了甜頭 阿仙奴一定是不介意上半場和利物浦打來回高速球 希望多些引發利物浦後防線的問題 希望上半場領先再靠下半場三中堅五後衛去收縮頂上他 就是想著偷雞作客硬飛路拿3分 你聽完我講阿仙奴的策略之後 或者會覺得有點似曾相識 沒錯 這一個其實就是阿迪達打社區盾對利物浦的戰術 那場賽事是成功的 而利物浦的陣容和戰術也沒有太大的修改 阿迪達繼續複製社區盾那一套戰術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而高普這兩年也沒有收縮的習慣 變化不多 利物浦應該繼續嘗試控制大局 阿仙奴上半場最有體能壓迫 賽事都會很大機會變成來回高速球 那就適合偉利安做超級連結人 相反發明爐的狀態不算好 阿仙奴上半場佔到甜頭優勢不出奇 阿仙奴有希望上半場領先利物浦 上半場劇本很有可能真的好像社區盾那樣 不過下半場劇本有可能不同 社區盾的時候 阿仙奴下半場收縮利物浦雖然攀成平手 但是是靠運氣鴨仔球 不過今次利物浦有阿歷山達洛打右後衛 上來明買明賣斬球實力就會加強 所以我估計利物浦追成平手的方法 就不會再需要靠運氣了 阿歷山達洛應該可以斬腳靚波入禁區 或者斬腳靚佛球入禁區 是清脆利諾用頭鎚頂入的 所以雖然我都會鼓打 但是我會認為利物浦會踢得好的社區盾一些 成功迫和繼續有進步的阿仙奴 可能你會問阿仙奴上半場處於上風 最終都是不能夠贏 有點可惜了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幫阿仙奴全取三分的呢? 那個辦法就是阿仙奴下半場不要收縮 但其實很難的 阿仙奴有什麼可能可以去到下半場 繼續45分鐘都壓迫 最多都是壓迫多10分鐘 去到55分鐘就差不多收貨了 差不多就沒有貨賣了 那只有呢 如果不能夠控球再腳就即是收縮了 那阿仙奴控球再腳是有進步的 但是阿仙奴中場的控制力其實有待改善 而且呢 利物浦的控制上基礎呢 是有差不多的 怎麼都比阿仙奴一點 那麼多 所以我不相信阿仙奴下半場是可以反過來控制大角 那利物浦應該可以透過下半場控制球拳 攀成平手 打和的機會始終是非常之大 不過當然 利物浦是靠明買明買這種命中率不算高的入球方法 如果狀陣真的很欠缺運氣的話 那真的有可能入不了 而且阿仙奴依然有機會打反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我去選一邊說哪邊會贏 那我都是看好阿仙奴一點的 利物浦的後防線現階段對著有力量的阿仙奴反擊是令人擔心的 而且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守門員艾利遜明明的狀態有點上升 誰知道突然之間又撞了一些受傷 再面對阿仙奴的反擊 那艾利遜碧加的出營可能會有些問題 來到這條片的第二個部分 會猜到聯賽杯大戰熱刺對車路士 又是摩連盧對林柏特 但是這次大家都遇上了進攻的問題 車路士遇上了有不少進攻點受傷的問題 暫時林柏特排不到一個理想的結構 面對密集出現無力感 破不到密集 摩連盧應該會看到這一點 所以他會覺得對著車路士這次拍大巴 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做回自己的老本行 但是又可惜了 熱刺最重要的球員孫英文又重傷 沒有了他的話 熱刺的反擊力量就差很遠 巴爾還不可以 熱刺這次最多只可以穩守 但未必可以反擊 有機會九手必失 所以我相信上半場車路士應該都老鼠拉桂 但是去到下半場的中尾段 熱刺的反擊就越來越少 甚至乎要出到拉美拿 就再進一步拖慢反擊的節奏 所以車路士就有機會 最後靠熱刺後防線的失誤 用運氣鴨仔波贏 就是九手必失屬於熱刺那邊 尤其是車路士有奧道爾的時候 其實奧道爾就是佩蓮石之後 唯一的六頁球員本來 這個美國仔佩蓮石受傷的話 奧道爾就變得很關鍵 可惜林柏特就不夠多機會給他 所以拖累了車路士英超成績 對著西布朗那場奧道爾出來之後就好一點 所以如果今次對著熱刺奧道爾打正選 車路士上半場就會舒服一點 去到下半場熱刺更加早 九手必失都不出奇 不過夏維迪斯這次應該要休息一休息 因為雖然熱刺拍大巴 理論上是適合夏維迪斯面對密集做主角 但摩連盧一定是喜歡用這些粗獷的身體對抗性 去針對夏維迪斯 所以進攻中場用大隻一點的巴克里就適合一點 就免得夏維迪斯傷吧 用巴克里做主角當然沒有夏維迪斯那麼好 夏維迪斯的技術、細緻度、傳送功夫當然好過巴克里很多 但是車路士暫時還未練到套路 那你用哪個主角其實差不多 即是破不了密集 都是找運氣 所以一定比夏維迪斯休息更好 留下星期對英超的對手水晶弓更好 這天大家不要流力 要issions更加加開廣告 印廣告視窗 有 ritual 當然要全播給他的資 choices 謝謝各位支持幫伯伯回 Christ機收入 記住訂閱按鐘仔 不要放開廣告的層次 Youtube Patreon 都可以加入到會員 有微觀星話同步片尾彩蛋 今次片尾彩蛋當然會剛出身, vezes再講加量又掉沾 另外,大家不要忘記了,Patreon有學生優惠 如果你沒有Credit卡的話,可以把Techn & Go的程式放進手機裡 再去便利店增值,就可以了 謝謝各位的支持,我們下午再見,或今晚再見 講車到屎,拜拜